只是覺得一樣都是吃牛排 花一千八百塊實在太浪費了 我記得妳說過 當女生喜歡下一個男生 就會不自覺的幫她省錢 我猜 烏龜妹 妳應該喜歡上我的吧 我 我啊 我 如果我說我喜歡妳呢 妳 何群 何群 我們微笑Pasta 不歡迎妳這種客人 我是來找小事的 找小事 不給妳走 伯父 我是有東西要來還給小事的 什麼東西啊 我們家小事的手機 怎麼會在妳這裡 她昨天掉在學校 我收到了 妳可以回去了 回去 爺爺 還長那麼輕的 我跟你沒有關係 以後不要叫我爺爺啦 以後不准叫我爺爺啦 我們以前還那麼認真 把妳看作是我們家的女婿 沒有想到 這些都是假的 是 是啊 妳不是說很喜歡我們家 妳喜歡吃爺爺的麵啊 可兒班這都是演戲喔 真的是真心換絕情喔 何群啊 小事的爺爺 媽媽還有大嫂 她們啊 都以為妳真的在跟小事談戀愛 她們都很相信妳 對她們講的每一句話 也都真心的很喜歡妳 把妳當作是我們這家的一份子 可是現在呢 她們 對妳都傷心透頂了 啊 所以啊 為了不再讓她們 再傷心 希望妳以後啊 不要再到我們家來 是 對不起 對於我跟小事假定婚的事情 我跟大家道歉 好 但是 有一些話我一定要跟大家說 雖然我跟小事的婚約是假的 但是我說過喜歡妳們家 是真的 記得第一次到妳們家的時候 感覺鬧哄哄的 但是非常的溫暖 那應該就是家的感覺吧 我說過妳們這裡的麵 是我吃過最好吃的義大利麵 也是我發自內心的真心話 因為久在這裡 我才可以吃到每一道麵 真實的味道 好幾次我都忍不住 微笑起來 曾經我真的希望 這一切都是真的 如果我跟小事真的訂了婚 那我就會是妳們家的一份子 那應該很開心吧 但是因為這個謊言 這一切都不太可能 我還是要在這裡 跟大家說一聲謝謝 謝謝 謝謝妳們給了我 這短暫的幸福 我想我才是小事 生命中的掃把星人 自從她跟我扯傷關係之後 就無故的被捲入 很多的無望之災 妳要跟我們小事說對不起 當她的面說 知不知道 妳不親自對她說她聽不見的 我們可不負責幫妳傳話 我不負責的 可以嗎 她在哪裡 小事她生病了 在房間裡面 小事生病了 有沒有怎樣 看醫生了沒 嚴重嗎 傻瓜 什麼看醫生 什麼嚴不嚴重的 妳要就親自去看她 小事妳醒了 媽 喝果汁 謝謝 媽 看一下好一點沒有 退殺了 媽 我問妳 我的手機為什麼會在這裡 何群拿來的 何群 對 都不知道何群對妳多好 聽到妳人不舒服 她就要求我們讓她來看妳 真的假的 當然是真的 更有意思的是 妳就握著何群的手說 何群 不要走 留下來陪我 陪陪我 怎麼可能這樣 我們一定是在做噩夢 怎麼不可能 而且何群也抓著妳的手說 小事妳放心 我會在這邊陪妳 會照顧妳的 媽媽 妳演得太誇張了 不可能 怎麼不可能 我在現場看得清清楚楚 她咧 走了 烏龜妹妳醒來了 不要再叫烏龜妹了 這麼有精神 看來妳的病已經好了 難不成妳希望我一直病下去 我沒有這個意思 只是想說 如果妳還在病的話 就帶妳去吃牛排 讓妳補充一下營養 可是現在聽起來 妳的病都好了 應該妳有這個需要吧 牛排啊 其實我的病 根本就還沒好 我現在四肢無力 全身發軟 好可憐喔 好啦 不要再咳了 會帶妳去吃牛排的 而且是妳最愛的99塊牛排 99元的牛排 我是病人 應該是好一點的 1800塊牛排還不錯 99塊牛排不好嗎 妳不是說過 平凡中也有美味 而我現在正喜歡這種 平凡中的美味 妳不是說牛排吃多了 會變成牛脾氣嗎 所以妳是害怕 會變成牛脾氣 才沒有 我只是覺得 一樣都是吃牛排 花1800塊實在太浪費了 我記得妳說過 當女生喜歡下一個男生 就會不自覺的幫她省錢 我猜啊 不會妹妹 妳應該喜歡上我的吧 我 我 我啊 那個牛豬都在我後面了 那你還足 我 妳真的沒有喜歡我 我 我 沒有 那 如果我說我喜歡妳呢 妳 妳 妳不要開玩笑了 我 我是認真的 我不 相信 還好 我還怕妳發燒 會燒壞腦 還很清醒 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就說 妳一定是開玩笑的 當然是開玩笑的 我怎麼可能喜歡一隻 又笨又會生病的烏龜 我說過 妳不要一直叫烏龜 不開心 打我了 誰辦我 我怎麼會在妳那裡 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妳就留在我的車上 還不錯嘛 還有良心 我已經都忘記她了 都不關心她 那就送給我吧 不給 為什麼 這是給男朋友的 男朋友 那好吧 在妳遇到下一個男朋友之前 就先陪著妳 不然 不知道哪一天妳會抓著我的手說 不要離開我 不要離開我 我哪有 我一定是在做噩夢 最好是